预防骨质疏松症钙质还不够,三大营养素保护骨骼 65岁以上的国人,每四位女性就有一人罹患骨质疏松症 尤其女性在停经后,因磁性激素分泌急速降低,骨质流失速度会迅速上升 常听人说,补充钙质,能预防骨质疏松 虎慈恩营养师表示,维持骨骼健康不是只有矿物质钙,还包括另外两大营养素 1. 钙质,钙质是骨骼中最主要的关键矿物质,让骨骼得以维持健康,避免骨质疏松发生 丰富钙食物主要有牛奶、乳制品、小鱼干、黑芝麻、线菜、板豆腐、豆干等食材 2. 维生素D,维生素D可以促进补充的钙质加强吸收,并可以抑制食骨细胞侵蚀,达到骨质保健的作用 平时可以趁着下午2-3点多,到户外走动晒晒太阳,接受天然维生素D,调节骨骼的健康,降低骨松 丰富维生素D食物主要有鲑鱼、鸡蛋、牛奶、干香菇、海带等 3. 铭,身体一旦缺乏铭,补充再多的钙质与维生素D,效果都需要打个折扣 铭可以将钙质运送至骨骼的各个部位储基,让骨头有良好的生长来源 丰富矿物质美的食物主要可透过坚果、全骨类、海鲜及深绿色蔬菜摄取 如杏仁、南瓜子、糙米、菠菜、蛤蜊等 没有最健康,只会更健康 快上华人健康网,接收更多健康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